大貨車借過一下 把他靠邊一下 借過一下 謝謝謝謝 警車凌晨在西濱公路 以時速140公里狂飆 不是追捕嫌犯 而是為了救人 警車後方跟著的車 是誠信民眾 載著罹患肝癌的65歲母親 因為母親肚子脹痛難耐 她心急之下開到派出所求援 該民眾她母親 突然那個腹部剧痛 可能有生命危險 那經研判之後 我們就立即以警車開到 大甲派出所到 無期同綜合醫院有21公里遠 原本約需要30分鐘車程 警車開到 13分鐘就抵達急診室 所長表示 值班員警汪君豪 當下能體會家屬交集 因為自己最近才經歷過 因為他小孩 之前好像也花高燒 對於這一部分 他可能有比較同理心 所以他會感受比較深 陳信民眾表示 先前叫過兩次救護車 都是送到父親醫院 但母親是肝癌末期 他才想自己送往主治的醫院 非常感謝遠景一路開到護送 大愛新聞張國燈 蔡玉凱台中報導 改靡快咱